像这样39坪三房两厅两位经典的换屋格局 开价55万起 平均样力两成 让开案短短一个多月就消了五成 我们两房的格局 其实原则上在开案的两个星期内 就已经销售完了 新城屋不只价格购杀 更打出26%超低公社 又应推升销售速度 但是中古屋就没这么好卖了 房仲统计六都房屋销售天数 其中新北市最难卖 平均要花125天才卖出一间房 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19天 台北市和台中市也要114天 同样比去年增加了十多天 个别的这些屋主来说 因为毕竟他买的这一间房 就是他的唯一资产 当然他会可以接受稍微的让利 但是如果要面临比较大的一个资产缩水 他们在价格可以让的空间 也就会比较小 屋主再怎么让利 也迎不过新城屋的幅度 再看到都会去溢价空间 台北市20.1% 比去年同期小缩0.3% 新北高雄的溢价空间 则是都有3%以上的减幅 唯独台中小幅增加3.4% 现在的一个溢价空间 恐怕已经是到了一个 非常紧绷的一个状态了 要持续看到要下修不太容易 而房市缓步回温 更让屋主不愿再委屈降价 价格态度变得强硬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不可能有太多的一个让利 那对于买家来说呢 它可能也会把脚步放缓 新北大黄区房价转印 买家犹豫双方进入僵持 让销售天数持续拉长 东森财经新闻邀请两立台北重报道